1.三大豪门打双地府 在昨晚的戒会PK当中 紫禁城、珍宝格与导三大豪门 全部在练习双地府阵容 5月份的服战报名在本周已经开始了 看样子就三大豪门都会在5月服战中用上这套阵容 2.白夫哥地府带避重破碎神器 在紫禁城的戒会PK当中 出现了一名叫做鬼夜型的丽地府 其实这个号是神豪F哥新打造的 这个号手握一把避重破碎的专用神器 这个武器对于丽地府来说绝对是超级神器 3.轮总三伤害耳士上架 轮总在西诈老街的三伤害耳士 已经上架对外出售 接下来他将会告别西诈 专心用自己在鱼岛的服战法系 4.巨翼山庄疯狂招人 除了服战之外 如今的帮派联赛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屈腹孔庙具意山庄帮派 正在疯狂招人提升战斗力 准备7月份与换成帮派的大战 5.秋莎打造静台善恶马 近段时间 以水雪山 秋莎老板 一直在忙于更新自己的宝宝 他又打造了一只12红的静台善恶马 据了解秋莎的这一波更新 会给自己号增加5G以上的静台神马宝宝